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又下饭的红烧狮子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买了一点肉馅,稍微给它剁一下 放入大碗里 切一点葱花 姜切末 放入大碗里 打入一颗鸡蛋 食用盐 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 胡椒粉 一勺玉米淀粉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至上劲 能包上团就可以了 取一些肉馅 两个手给它团圆 按成一个饼 取一颗鸡蛋 放在里面 给它包起来 如果说买不着鸡蛋的话 用鸡蛋也是可以的 再给它团圆 这样就行了 锅中倒入多一点的油 放入一双筷子 能起密集的小泡泡 生命油味已经可以了 把丸子直接下锅炸 全部下进去之后 开中火慢炸 这个呢我们不用炸熟 只要把表面炸至定型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锅中留底油 放入葱姜八角 炒出香味 放入生抽 蚝油 老抽 倒入这样的清水 把丸子加进来 盖上盖子 煮20分钟就熟了 时间到 关火 打开盖子 哇 好香啊 把它取出来 摆入盘里 我们的丸子炖熟了 这个味道比红烧肉还要香 吃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切开来摆盘 我们可以给它浇上料汁 这个料汁用来半米饭 别提多美味了 让你吃到一厘米都不剩 这样的做营养均衡 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们 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后位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